准备平安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 路加福音20章9到18节 如果你手上有圣经 非常鼓励你把圣经拿出来 一边看一边来听到 路加福音20章9到18节 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君王我们来到你面前 来聆听你的圣言 让我们在座的 就存着谦卑敬畏的心 来听你对我们说话 走葡萄园的比喻 恶仆人的比喻 让我们去思考 我们在生命当中 有多少东西是 没有在中心的交托给你 让我们反省 让你的话语挑战我们 我们愿意我们得到的 不只是头脑的支持 而是生命的更新 愿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将祷告祈求 奉救主耶稣的名 Amen 我重新在纽约法拉圣 一间律师楼里面当法律助理 那位律师呢 非常擅长去处理各样的民事诉讼 包括房东房客之间的那些纠纷 那有一位很有钱的客户 聘请他去管理很多的物业 包括向那些租客去收租 在黄后区有一条街 整条街都是墨西哥人开的汽车维修店 而那位有钱的客户 就是那整条街的业主 很有钱 那既然他请了我律师 那么你猜 去跟那些人收租的重要任务 会落在谁的身上 当然是我这个助理 在我出发之前 我的律师告诉我 第一 那些店铺已经欠了好几个月的租金 第二 他们讲西班牙语 只会一点点英文 当我听到这些事情之后 我心里马上没底了 我没有什么把握 能够完全这个任务 当我到了那条 满是垃圾灰尘的街道的时候 我看到一堆废弃的汽车 我看到一个个壮汉 站在那边看着我 他们用不太勇善的目光 打亮着我 开始焦头接耳 神态中感受到 对我有点轻蔑的感觉 那我就硬着头皮 走进第一家的汽车维修店 我就尝试跟他对话 我也不知道他是员工还是老板 但是当他一发现 我不懂讲西班牙语的时候 他马上假装听不懂我的英语 再一轮沟通 手语什么之类的都不行了 没办法 我只好打电话给我的律师 让我的律师亲自来跟他们讲话 他们一听到电话中 我律师的声音 我律师会讲西班牙语 他是中国人 但是他会讲西班牙语 马上那个态度就不同了 到最后呢 我一家一家店这样的去做 有些人支付了部分的租金 有些人说 我没钱 但是我答应你 我下个礼拜一定会交 然而这样的承诺 他们已经早就讲了几个月 每个礼拜都说下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说下个礼拜 最后我回去 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我的律师 只交给他部分的租金之后 他就马上对那些人提出了诉讼 因为已经给他们太多太多的机会了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这个比喻里面 也有一位地主 他要向他的租客 来收取租金 但是他没有请律师 也没有请任何的其他物业管理人员 他是派了他自己的仆人去 他的仆人一个又一个地失败了 但他继续还是继续派人去 直到没有人为止 我不知道你读比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我会想说 为什么他会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却期待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他的行为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如果是我的律师 大概早就采取必要的法律手段了 那另外 耶稣为什么突然讲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跟我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经文是这样子开始的 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 耶稣之所以讲这个比喻 是为了回应前面发生的事情 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讲了什么吗 耶稣去干嘛去了 结进圣殿之后呢 教训 然后谈到什么问题 权柄的问题 权柄的问题 耶稣结进圣殿之后 天天在圣殿里面讲到 有一天 祭司长和长老来质问他 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于是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 二元户的比喻 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 而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说明 他的权柄从何而来 可是 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来讲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 我的权柄从复而来 我们知道比喻的形式 它有一些特别之处 连门徒都曾经问耶稣 你为什么要讲比喻 耶稣告诉他们说 比喻通常都是关于什么的 还记得吗 比喻通常都是关于神国的奥秘 而比喻的目的是像那些拒绝他的人 进一步隐藏神国的真理 也就是说 耶稣用比喻来审判那些 心理刚硬的听众 但是今天的比喻 虽然它也有审判的作用 但这次的比喻跟以往的比喻 有着明显的区别 为什么 因为今天这个比喻 不是为了隐藏 而是为了显明 这一次审判的宣告 就发生在比喻里面 这一次就连那些被审判的人 都完完全全明白耶稣的意思 完全听懂了 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需要意识到 很多时候并不是每个比喻里面的 所有角色 肯定有一个是代表神的 不一定的 但是今天的比喻 太清楚了 非常清楚 它非常清楚 让你看到每个人 它代表的是谁 因为它是以以赛亚书第五章 有一首歌叫做葡萄园之歌 或者葡萄园比喻 以赛亚书第五章作为背景的 所以耶稣说第一句话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在场的听众 不管是祭司长文士还是群众 马上知道耶稣在引用 以赛亚书第五章 也完全地明白理解耶稣的意思 以赛亚书五章七节 是解开这个比喻的钥匙 我读给你听 你就马上知道里面的人物是谁了 以赛亚书五章七节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那皇上就要说原主是谁啊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原主是谁啊 耶和华神 万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 就是以色列家 完全截给你听 完全告诉你每一句话 每一个角色是什么意思 单靠这一条经文 我们知道原主就是神 而葡萄园则是以色列人 耶稣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先简单思考一下 那个人栽种葡萄园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 你在家里面种一棵苹果树 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是有收获 是吧 能够获取葡萄果汁 当然是想要确保这个葡萄园 能够结出很多甜美的葡萄出来 跟以赛亚书五章有一点点不同 耶稣的比喻有更多的细节和角色 原主把葡萄园租给了园户去管理 自己到外国去住了很久 要知道那些园户是谁 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在以色列家中 以色列国里面 照料和管理百姓的是哪些人 君王 祭司等等 我们称之为宗教领袖 就是耶稣说话的那些对象 其中有祭司长 文士 还有些长老 他们是宗教领袖 所以耶稣这个比喻是直接对他们讲的 而当时原主将原子租给原户 是很普遍的做法 到了收成的时候 原主一般就会派他的仆人 到原户那里去收取所谓当纳的果子 什么是当纳的果子 我跟你早就商议好了 到那个时候你要给我多少 是租金来的 这是非常合理的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而靖文一开始就给我们觉得有点不安 有点震惊 就是原户竟然打了他 叫他控手回去 作为法律助理 我体验过什么叫控手回去 但是感谢主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被租客打 而我相信如果我真的被打了 我的律师应该马上会采取法律的诉讼 他一定不会再派另外一个paralegal再去收租的 不会的 然而比喻中的原主 他还是派了第二个仆人去 第二个仆人不仅被打了 还遭到了凌辱 最后也是控手回去 那他该怎么做 他竟然又派了第三个仆人去 这一次那个暴力程度上升了 仆人被打伤 并且被粗暴地推出去 请问这些去收租的仆人是谁 先知 很好 很明显 他们是神的先知 在历史上 神经常拆派他的先知 何止三个 千千万万个 许许多多的先知 代表他到以色列的宗教领袖那里 要收获以色列民所结出来的 属灵的果子 也就是神的百姓 该有的属灵生命 但是先知 往往发现 以色列人并没有活出 上帝子民该有的生命 经常是发现 里面长满了野果子 什么意思 生命都是充满了不公不义 诡诈残暴 那个时候 先知就会责备他们 因此宗教领袖 他们都很痛恨先知的 他们会残暴地对待先知 甚至杀害他们 论到这些旧约的先知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 是这样说的 我读给你们听 讲的是先知 又有人忍受戏弄 鞭打 捆锁 监禁 各样的磨练 被石头打死 被狙狙死 受试探被刀杀 披折山羊绵羊的皮各处奔跑 受惩罚患难苦害 在旷野山洞 山岭 地穴 漂流不定 本是世界 不配有的人 当作者讲完了 这些先知的 悲惨的遭遇之后 他说 他们是这个世界 不配有的 他们配得 更好的待遇 这个世界 不配得这些先知 来跟他们 讲神的话语 现在元祖 所有的仆人 都被那些恶元户 拒绝了 那么元祖 该怎么做呢 这就来到这个比喻 最令人震惊的地方 十三节 元祖说 我怎么办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者他们尊敬我 这位元祖 唯一的爱子是谁 耶稣基督 在耶稣基督洗礼 以及他登山变相的时候 神的声音在天上说 这是我的什么 爱子 耶稣就是葡萄园主的儿子 他把自己 和眼前的 这些宗教领袖 当他讲比喻的时候 把自己和眼前的 那些宗教领袖 都放进了比喻里面 借着这个比喻 来预言 他们会怎样对待他 但是你先留意这句话 就在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他就在回答 那个关于权柄的问题 之前他们问他 给你权柄的是谁 现在耶稣清楚地回答他们 他的权柄来源于他的父 而与此同时 这句话也是给他们的警告 因为既然我是从父而来的 你们对我的态度 其实就是你们对谁的态度 父的态度 神的态度 在圆主的仆人 一次又一次遭到攻击 羞辱杀害之后 这个圆主 他依然怀着盼望 他依然觉得说 他们可能会尊重他的爱子 圆主可能心里面是这样想的 他们是击打了我的仆人 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我的仆人 他们的身份比较低 得不到他们的尊重呢 这一次 换成了我的独生爱子 他是我最亲爱的人 是我的继承人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能代表我的人 这样的话 他们应该会尊重他吧 读到这里 我不知道你心情如何 反正我读这个比喻 我是非常郁闷的 我心里面有一种 很憋屈的感觉 我心想 圆主 你有没有搞错 那些恶缘户 明显是你的敌人 你怎么还能相信他们 你所有的仆人 都无一例外的 被羞辱被击打 你怎么还会冒险 将你的独生爱子 派到他们那里去 你怎么好像 你有没有这样感觉 你怎么好像是 替你的敌人去找理由开脱 这个比喻特别让人觉得郁闷 让人觉得着急 觉得费解 他还是不愿意相信 这些恶缘户 会判逆到底 如果仅仅 如果仅仅读这个比喻 已经让你觉得难受 那么更加给我们的内心 重垂一记的是什么 弟兄姊妹 这不是一个虚构的比喻 这是现实 而且从广义来说 二元路也可以代表 在座的每一位 信主之前的那个理 我们其实就是神所忍耐的恶人 神就是一再地给我们悔改的机会 甚至不惜牺牲他的独生爱子 而神做这一切 他要的就是什么 要的就是一个能够遥述我们的理由 我们都不想悔改的 他在替我们找理由 在我们还抵挡耶稣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替我们着想 我怎么有一个理由 能够遥述这些人 多少时候我们觉得 神没有忍耐 但今天的经文 重重地打我们的脸 我们要说就只能说 神的忍耐 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 我们只能这样说 但是感谢神 幸亏他忍耐 因为他忍耐的对象 就是我 幸亏他忍耐 若是可以 葡萄园主还是希望自己 不需要惩罚这些恶元户 我们越是觉得 他的人耐不可理喻 就越是反正 他的恩典是何等的残阔高深 只不过正因为这是他的独生爱子 这也将是他最后的通牒 最后一次了 没有别的儿子 没有别的仆人 十四节发生什么事情 不料 不料元户看见他 就彼此商量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他吧 使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 你是否觉得这些元户他们的想法 又邪恶又愚昧 为什么他们以为 只要把儿子杀了 就可以强占葡萄园呢 我们的罪就这样子 让我们觉得 我可以跟造物主抗衡 我可以占领他的东西 但是人类一思考 上帝就发笑 可能因为这个葡萄园主 往国外去了很久很久 很远很远 园主从来都没有亲自回来过 他总是拆派仆人来 所以这些元户有一种错觉 觉得说 元主会不会永远都不回来了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做点事情 弟兄姊妹 你会不会觉得 我们有时候也有类似的思想 你是否真的相信 此刻神是又真又佛的神 他在监察你 他在你前后环绕着你 而不是遥不可及的 还是说你觉得 神在很远很远 远到一个地步 他哪里都没办法了呢 这些元户把心一横 就把儿子推出圆外杀了 肆无忌惮地霸占了葡萄园 耶稣接着问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元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元主最后会回来 会重重地惩罚那些恶元户 留意耶稣的动词 他用的是什么 他说毁灭 而不是杀害 毁灭是比杀害更有毁灭性的 更加彻底的惩罚 当神的忍耐到了尽头的时候 紧接而来的是神的烈怒 然后元主会将他的葡萄园 转交给别人 大家来思考一下 别人指的是谁 别人指的是谁 外邦人 不同的写信家 有稍微不同的看法 但是既然元户 是旧约的领袖们 那么现在接管元户的 应该是新约的管理者 大部分都是外邦人 你可能会问 管理者跟我没关系啊 我是教会的平信徒 这段经文跟我没有关系的 不是的 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学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新约的职士 只要你在新约 你就是元户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每个信徒都是新的元户 都是接管葡萄园的人 耶稣讲完这个比喻 听见的人说 这是万不可的 听见的人 是指在场的所有人 不仅那些宗教领袖 还包括广大群众 大家思考一下 请问广大的群众 是支持耶稣的 还是反对耶稣的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们学路加福音到现在 广大的群众是支持耶稣的 还是反对耶稣的 感觉好像有点支持是吧 在过去 他们对耶稣都是热烈欢迎的 不久之前 耶稣骑儒进城的时候 他们欢呼说 在圣殿耶稣讲道的时候 他们很渴慕地来听道 但是今天来到这里 第一次 可以说第一次 有着明显的改变 这一刻 当他们完全明白 在耶稣比喻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吗 连他们都无法接受 耶稣的话 连他们都不可以 他们本来很喜欢耶稣的 但就管他们再喜欢 这一刻他们不能接受 他们的祭司长 文士 长老们 竟然会被毁灭 那是不可以的 万不可的 为什么 因为那样的话意味着 旧约以圣殿为中心的宗教系统 会整个垮掉 而他们的圣约子民身份 也会名存实亡 他们很激动 这是万不可的 但是耶稣没有因为惧怕人 而收回他的话 他反而进一步 引用诗篇118篇的预言 来做出回应 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者 匠人所弃的石头 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里的匠人 也是跟圆户一样 是比喻宗教领袖们 而那块石头指的是谁 耶稣基督 这节经文的上下文 本来是指 当时在建造 索罗门圣殿的时候 很宏伟的圣殿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是什么呢 圣殿的大石头 是在采石场那里切割出来的 然后呢 造成很正确的形状 到了那里就 滑进去 那个根基 作为它的防角石 所以要运回到耶路撒冷去的 可是 这块大石 它的大小跟形状都不对 所以当它被运到建筑工地的时候 匠人们只好把它放在一旁 因为它不能够fit in 我们的系统 就把它放在一旁 成为了将人拒绝的石头 而经文惊讶的地方是 后来发现 那块被丢弃的大石 原来它的大小形状 正好适合来做圣殿根基 最重要最宝贵的那块防角石 原来早在旧约的诗篇 就已经预言了基督被杀 跟基督复活 被弃绝使的是他被杀 用作防角石 指的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 成为了新的圣殿的根基 当然这里的圣殿 已经不再是讲了一些 石头所造成的圣殿 而是指什么 每一个信徒联合在一起 所组成的属灵的圣殿 就在那些恶元户 以为自己的阴谋得逞的时候 神却利用他们的恶行 来成就了他伟大的救赎之功 原主 我们现在明白了 原主之所以敢将自己的爱子 派到那些恶元户那里去 是因为什么 因为一切的事情 原来始终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我们不需要替他恶腕 替他叹息 我们反而可以因为他的智慧和大能 发出赞叹 原来神早就算好了一切 耶稣这块石头不仅是圣殿的防角石 也是审判以色列的石头 耶稣说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倒 那块石头落在水的身上 就把水砸得稀烂 这句话有点复杂 因为他同时引用了旧约的两处经文 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 但以理书二章三十四节 实际的关系我就不读了 我们就看这一节经文可以了 总的来说 耶稣说 我这块用来建造圣殿的防角石 同时也是审判恶人的石头 那些拒绝耶稣权柄 想要通过杀害他来抢夺神产业的人 将会得到可怕的审判 基督要将他们绊倒 基督要将他们击碎 每一次宣判的宣告 当主耶稣讲审判的时候 他都包含着悔改的可能性 无奈 现在耶稣的话 已经不能让那些宗教领袖 意识到自己的恶 他们没有因为审判而痛哭悔改 反而是心里面更加的刚硬 在这段经文的下一节十九节 我读给你们听发生什么事情 文士和纪师长看出这个比喻 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下手拿它 只是惧怕百姓 两天之后 这些宗教领袖 就真的跟比喻当中 所预言的那样子 他们把耶稣 推到耶路撒冷城以外 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 真的发生了 弟兄姊妹朋友们 其实有很多的罪 都可以归结为 对权柄的贪恋 对权柄的贪恋 罪就是我们质问神 你凭什么 而对权柄的贪恋 让人变得邪恶 让人变得愚昧 让人对掌权的神 恨得咬牙切齿 甚至到了地狱 也还是咬牙切齿 那么耶稣这个比喻 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比喻里面的新缘户 由今管理着神的葡萄园 那么我们就需要 从这个比喻当中 获得一些前车之鉴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意识到 弟兄姊妹 教会是神的葡萄园 不是我们的 神只是授权 而不是弃权 在旧的葡萄园 那些园户 他们以为 他可以用一些手段 让自己从管理者 变成拥有者 以至于他们可以 对这个葡萄园 为所欲为 但是作为新的园户 我们每个人 其实也面对着 同样的试探 我相信那些园户 旧园户 恶园户 也不是一开始 就有那么狂妄的想法 他们是在什么时候 落到试探的 是在园主 到了远方之后 才落入试探的 有一些在公司里面 当职员的 我希望你不会这样子 但是有一些当职员的 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上司出差的时候 上司今天没有来办公室的时候 最开心了 上司出差了 就光明正大的摸鱼 摸鱼也不对 摸鱼是混水 现在不用混水了 光明正大的偷懒了 当园户觉得园主离他很远 而且要过很久才回来的时候 那些员工的忠诚 就会经历着考验 真正忠诚的员工 不需要人的监督都会把任务做得最好 而懒惰的员工 他们就会趁机放肆 恶员工甚至可能会偷公司的钱 同样的 因为我们的罪信还在影响着我们 如果我们总是觉得神很远 我们就很容易被试探 去反叹他 阿西斯巴尔牧师 他创办的灵格尼尔福音事工 有一个宗旨叫做 Corum Deo 那是一句拉丁文来的 意思是说 活在神的面前 活在神的面前 最追求圣洁的信徒 最忠心侍奉的信徒 就是那些每时每刻都活在神面前的基督徒 只要你活在神面前 你才会凡事谢恩 凡事忍耐 凡事顺服 凡事依靠 如果你没有活在神面前那种意识 神对你来说是遥远的 甚至是死的 甚至是不存在的 你有看到这是多么大的亵渎吗 神对你而言 好像可有可无 我们经常观察到 一些教会 他们堕落的开始 就是领袖们 没有活在神面前的生命 久而久之 领袖就会逐渐地占领教会 通过欺骗压榨信徒 为自己赚得很多的钱财 利益虚荣 他们假装侍奉神的国度 其实偷偷地把神的国度 变成自己的国度 而这样的教会 是什么 是把神的儿子 推到教会以外 他们不会传讲 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他们只会传讲一些人喜欢的话 有一节经文 很能够形容这一类教会的状况 就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是这样说的 看啊 我在门外叩门 若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这节经文 不是用来形容人信主的 这节经文是讲什么 是跟教会讲的 设想一下 基督为什么在门外叩门 设想一下 他在教会的门外叩门 是不是反映出 他被教会排除在外 教会的主 竟然被教会排除在外 那是何等荒谬的事情 然而那样的事情 不仅发生在旧约的以色列 也发生在今天新约的教会当中 所以我们非常小心 要记住 教会是谁的葡萄园 神的葡萄园 而不是我们的 我们要警醒 活出一个 coron deo 活在神面前的生命 何时你没有 何时你就堕落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警告 第二个也是今天最后一个警告 我们要意识到 作为原主 主会期待教会怎么样 葡萄园主 期待葡萄园会怎么样 多结果子 到了收获的季节 神会要求我们 交出当纳的果子 你可能会问 牧师 停一下 你讲的是什么果子 你讲的是 属灵的果子 还是福音的果子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 分开的概念 我们觉得属灵的果子 是指质量的增长 福音的果子指的是 人数的增长 但如果我们 单单从葡萄园的角度 去思想 一个健康美好的葡萄园 它肯定会结出 很多又大又甜的葡萄 它肯定是从质量上 数量上同时增长的 在教会这个圈子里面 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怪现象 有一些教会 人数增加很多 但信徒的生命 没有根基 有一些教会 很重视门徒训练 神学的教导 却没有很多人数的增长 我们就陷入了一种 奇怪的思维 以为教会 只有两种形态 我们必须二者选一 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符合圣经的画面是 个人生命成熟 跟教会人数增长 总是同时发生的 互为因果的 葡萄园要多结果汁 而且要多也要好 这才是神所要的葡萄园 弟兄姊妹 如果你的生命 真的结出属灵的果汁 你会不爱人吗 如果你爱人 爱神 你怎么可能 不遵守神的吩咐 去履行大使命 将最好的消息传给人呢 也就是说 你若真的有属灵的果汁 在你生命里面 你怎么可能 不同时结出福音的果汁 反过来 如果你忠心地 去追求多结 多结福音的果汁 你的生命也不可能 不被神翻转 你不可能 不结出属灵的果汁 在过去一个礼拜 我跟吴圣君长老 小云姊妹 我们到了Indianapolis 去参加三元福音事工的领袖培训 我告诉你 我们每天做什么事情 我每天一大早就起来 回到教会里面 几十人一起领袖 分小组祷告 为今天晚上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祷告 经过一整天密集的课程之后 累到不行了 终于可以吃晚饭了 一吃完晚饭 七点半 我们六十个人 每三个人一队 一共组成了二十个传福音的队伍 到别人家里面传福音 或者上网跟人传福音 结束了之后 我们就回到教会里面集中 报告当天晚上出队的情况 都是报告到十点多 十一点才结束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太兴奋了 因为有太多的好消息要分享了 经过三个晚上的出队传福音 我们一共向六十八个朋友 传讲了福音 一共有四十个人 觉知相信耶稣基督 你可以想象一下 下一次应成华人教会 他们洗礼的时候 会有多忙碌 四十个人信主 但是你又想一想 我们教会的洗礼呢 今年我们报名要洗礼的 就有两位 其中一位信主很久了 他不是出信主的 洗礼的人数 是很能反映出 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的传扬福音 弟兄姊妹 当你跟其他人一起出队的时候 在我自己跟其他人一起出队的时候 我就看到什么是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当我看到顽固的无神论者 什么什么大学的教授 他也相信福音的时候 我就亲身的验证到什么是福音的大能圣灵的工作 当我看到决志信主的人 他们流出悔改感恩的泪水的时候 我就更加坚信 神的救温能够满足空虚的心灵 当我状态不是很好 却能顺利的领人信主的时候 我就知道耶稣的话是真实的 真的有很多庄稼 早就熟透了 救等人去收割 偏偏在田野当中多年 没人去管它 弟兄姊妹 如果你不传福音 你怎么能够经历我刚刚所讲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多结果汁 你的生命 如果你去多结果汁 你的生命怎么可能 不结出属灵的果汁 教会祭坛的火 怎么可能不兴旺 圆主要来收纳果汁 我们有什么给他 他会怎么说我们 他会说我们是 又懒又恶的仆人 还是忠心良善的仆人 你敢去想象吗 我劝大家要做一个事情 福音堂 我们要认罪 我们实在没有好好的去履行大使命 想想为什么叫做大使命 它应该是最优先的 应该是你每天在做的事情 我们却用很多的借口和理由 将传福音的这件事 排在很后很后 甚至根本没有在你的列表当中 耶稣呼召门徒的第一个命令 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们要得人如得于 第一个命令 耶稣基督在地上大部分的时间 甚至现在在耶路撒冷 他快要死了 每天都在干什么 传讲福音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第一个命令是什么 天上地下所有的全民都给我了 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弟兄姊妹 你所看重的 跟主所看重的 有没有达成一致 在培训的时候 有一位牧师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大概是这样子的 他说 主所要的 就是主要的 什么意思 主所要的 就是主要的 什么对你来说是主要的 是不是主所要的 我们葡萄园主所要的 如果我们也当作是主要的 我们才算是忠心的援护 求神怜悯帮助我们 我们下来祷告 天父我们 愿你借着今天的比喻 一方面来 警醒 教导我们 让我们发现 意识到我们实在是 用很多的借口 没有去传扬福音 但是主 你的吩咐 我们怎么样能够 将它当作没有那么一回事呢 你总是叫我们去传福音 我们就求圣灵来 感动激励我们 我们也求神 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装备我们 我们愿意福音堂 是一个忠心的教会 我们不求我们做得有多好 有多出色 我们就求我们在你面前 能够站立得住 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 赏赐和评语 谢谢主 给我们这样的警告和教导 我们将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 阿们